大家也能想都没有 成就了长江的云山下 独一如二的偏爱 武汉探口 146处历史建筑沿街出立 工程造就了厕所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 而我们今天的探房也将从此处开始 一个城市真正的建筑特色 不采用名声估计有多么的奇觉规律 而采用民居 在武汉 我们也找到了属于这座城市的独自建筑风貌 武汉旅份最为辉煌的时刻 曾有400多条 我们今天所在的盐庆里 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40处旅份之一 站着面积并不算大 但全别具特点 你好 你好 那我们往这边走吧 这个盐庆里你看它是由在旧时的得筑界 然后1933年的时候 由这个中标厂的老板 钟言称所建 这里的这个布局是这种典型的 主次巷道的空间布局的形式 然后每一个住宅单元 它的这个前面有天井 然后后面有通道 跟这些巷道相连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内外融通的设计精妙的一个空间结构 这也体现了传统迷居的它的这样的一些精巧构式 在当生之初 已融会了西方的连牌式建筑布局而所在前沿 而如今却又显得低调平和 就这样的反差感赋予了李芬独有的艺术气息 意识到了李芬的历史价值与人文情怀潜力 武汉入区启动了对李芬和周边的保护 秀赏改造项目 提供充满想象力的创意文化生活方式 2023年是我们武汉市的城市更新元年 这里所在的三样设计支度片 也是汉口历史文化风貌街区的 这样的一个更新的启动跟示范片 那么规划定位是以这个世界级的 以设计创意产业为引领来带动城市更新的 这样的一个片区 让我们的城市能够张弛有度 呼吸畅快 保持它的一个长根长心 平和的保长为武汉现彩最完整的草池工业建筑 也是最草的大型干净混凝组建筑 现在这里可能是武汉最文艺的工业遗址 这杯咖啡是用我家乡的咖啡豆做的 坐在这儿的感觉真的很好 如果采访一首南美明歌 我都怀疑回国了 很难想象百年之前 这里是人们劳动的棉花打包场 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半点当初的影子 额社艺术馆集合了很多设计师插画师的文创作品 不仅能让青年艺术家们用刺激的手艺或者特长来表达对城市的情怀 也把新潮的表现方式穿进厚重的老建筑里 激发更多的人对历史文化的探索欲望 哇 这是百年前的汉口 我想如果把滑道改成滑梯是个很不错的主意 做滑梯下班应该很符合创与工作者的个性 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些红装上写的复成二字 在平和打包场的修复过程中 工程团队尽量使用旧窗块 同时根据每一块窗体的表面破损程度 采用不同的修上技术 即使过去了一百多年 我们还能透过一块块窗体感受到 当初那种摩登时代的韵味 这种对待老建筑的方式 像学业人在退休后 应该能重视自己喜欢的事情 换个说法吧 我跨越九成英里来到中国 喝来一杯家门口的咖啡 这种体验是很奇妙的 同样的事物 跟随环境发生变化 感觉自然也不一样 中国人似乎对老的东西很感兴趣 也知道如何料理 值得一提的是 武汉对八宫房子的处理相当不错 我们到了 是不是很像一艘舰船 在上海武汉路有一栋相似的建筑 常年有很多游客去打卡拍照 现在八宫房子也享受到了如此明星般的大衣物 1910年俄国茶商巴诺夫兄弟共存建造了这座专木结构建筑 它曾一度作为高级公寓使用 一直到10年前这里还有市民居住生活 八宫房子不仅仅只是转楼 也成为了韩国人民记忆力的一部分 19世纪本部长茶的武汉凭借得天赌货的不云优势 引来世界贸易的热情追捧 满载中国茶叶的船舶 从汉口码头发射至远方的莫斯科技圣里德堡 之后 德国茶商将设作洋房建成 将八宫房子的名称书写至武汉历史 这部分区域呢 未来我们将使用声光电等相关的科技技术 去建设一座万里茶道的展览馆 以八宫房子为依托 供大家去回顾这段光辉历史 八宫房子已经具备了完全富货的条件 发挥当年的功用 或许不久之后 我应该在八宫地酒店常住 体验一下贵族的生活 不只有八宫地酒店 未来我们的八宫房子的商业空间 还包括结合了汉口历史建筑特色的咖啡厅 与三星米其林厨师团队 共同打造的餐厅 高端的SPA和高端的珠宝商店 相信未来八宫房子 会给大家全新的体验感 哦 有理由相信 有可能会因为八宫房子 会在武汉都待几天 漫步街市之间 百年历史文化地域 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连接着 淡下和过去 而八宫房子无一是一出典范 空间的更新 功能的更新 还有城市切子的更新 生活方式的更新 以及区域经济动力的更新 这样的更新 采用款正在接连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